拿起打扫装备 文山区井行李制工 在井行公园内先编好小组 随后各自带开清洁环境 大伙东翻翻西找找 就连树丛也不放过 有空晚上也会来打扫 对 晚上有一些义工都来打扫 真的 我们里长真的好棒哦 先捡垃圾再一一分类 每个月第二个星期 就是文山区井行李例行的大扫除 大家不为37度艳阳高温 虽然各个满头荡汉 依然坚持要维护清洁家园 以前像这一块都没有人要走 就是因为那个速度高啊 现在里长来他就大刀阔斧 该捡垃了就捡垃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边可以透过这边 都不会有一个死角 公园里面有种了一棵 一棵的莲木树 有两棵的杨桃 其实这三棵果树是完全不能吃的 而且到每年他的结果的季节 都掉了满地 所以整个公园都是很臭 那也没有一个人会去处理 所以我们突发奇想 就想说我们一定要来 先把果树先处理 紧邻景美闹区的井行公园 园内大型草木宽广的绿印 成为往来人潮短暂住足的最佳地点 不但成为民众喜爱的休憩场所 也成为孩子快乐的游戏天堂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麻雀虽小武藏俱全 绿意盎然的公园 也曾经过大改造 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让公园 这些风能够穿透 那些藤蔓的那些树 我们得把它清除掉 这样子 所以去年 今年公园处接管以后 我是给他建议 我不再种藤蔓的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种矮桥木的灌木 然后曾经漂亮起来的时候 有花旗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来这边拍片子 看着志工们辛苦打扫身影 让许多路过民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为他们加油打气 在里长刘竹英的带领之下 井行李团队长期为驱离环境努力 也因此得到北市府国家清洁州 执行绩效优良奖的肯定 缔造优质环保家园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